这里是地球上最先进的晶圆场 我今天用光刻机 手搓1纳米芯片 这么大的设计器也没见到吧 18A的晶圆 超帅 英特尔英尼三大洲晶圆场 位于凤凰城 云西叫Alcotolio 面积很大 这里可以量产英特尔最新制成的芯片 这次是我要参加英特尔TEC TOUR活动 可以直接进去看光刻机 开车室工作人员带着 简单逛了下晶圆场附近的基础设施 包括配套的化学设备 发电厂 气态液态净化设备 停车厂 等等等等 亚历三大洲本身水资源并不丰富 比较干 植贵园区百分百使用 内部循环水 都没接市政水 不会浪费本地水资源 工作区参观要更换无尘装备 头套 连体翼 鞋套 双层手套 红镜 这里是地球上最先进的晶圆场 我今天用光刻机 手搓1纳米芯片 逗你玩了 其实进了生产区 就不让拍视频了 这里用了LTT 和Gamer's Nexus的素材 进入内部之后 真的超级超级超级震撼 感觉身边所有设备 都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 实际观感比视频震撼100倍 天王板上是轨道机器人 多奥工厂内部的轨道 全部互联 全自动无人流水线 所有供应流程 都靠机械臂运转 晶圆一处理 到曝光 到检查 全自动 光刻机工作间 统用黄灯 防止影响晶圆曝光 这里睁眼黄色 闭眼感觉眼皮是紫色的 很神奇 出来看到云飞和猪王 现场相声 特动 OK发布会开始了 英特尔发布新一代移动处理器 英特尔库瑞Ultra处理器 第三代 代号Penselic 黑豹壶 最高性能提升达到50% 同时拥有月亮壶的能效 剑壶的性能 一共三种配置 8核心 4加0加4 4个P靠性能核 4个LPE靠 低功耗能效核 在这之上是16核心的4加8加4 此外还有一种9级配置 在16核的基础上 核显从基础款4个XE核心 提升到了12核心 游戏性能比上代核显提升50% 这三款处理器的计算模组 均采用英特尔18a工艺 同功耗下单线程性能 比上代提升10%以上 多线程提升50%以上 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这么大提升了 能效相比上代也提升10% 比Arrow Lake提升能有40% 笔记本续航猛猛涨 内置的NPU和FPU性能都有提升 内存最高支持LPDDR5X 9600MT每秒 GPU模块用上了全新的XE 三代核心 默认4核 4工均单元 英特尔3自家工艺 12核心用的是台积电工艺 GPU整体性能比上代高非常多 最高提升50% 能效也很强 感觉可以用在掌机上 说到游戏 新核显支持XESS MFG游戏插帧 50帧 直接插到200帧 非常丝滑 而且开始插帧 会强制开启低延迟模式 可以缓解操作不跟手 控制器模块内置雷电4 可以外挂雷电5 支持320兆和频宽的满血WiFi机 蓝牙6.0 高配和低配预留了12条PCIe 4.0通道 16核心4核显版本20通道 估计是方便接独显 单独留的 我比较喜欢的是XE媒体核心 新增支持AVC 10bit硬件编辑码 刷视频耗电量更少 还额外支持Sony XEVC格式的编辑码 用Sony相机剪辑的 肯定更顺了 OK Pathelic和柜刚刚结束了 性能提升有10%单的频 多额提升达到50%以上 下半场英特尔发布了企业级产品线 Clear Water Forest 由陈能效核心所成的服器处理器 官方名称Z样6家 采用英特尔18A工艺 单核IPC提升17% 最高支持288核 是目前核心最多的X86处理器 你猜这玩意儿一颗多少钱 Clear Water Forest一颗处理器上 放了三个基础模块 每个基础模块内置四个计算模块 每个计算模块24核心 24乘以4乘以3 一共288核 两边是两个IO模块 每个提供48条PCIe5.0通道 32个CXL2.0通道 这下插槽管购 整体看Clear Water Forest 是上代性能的1.9倍 能效提升23% 满派一整个机柜 相比前几代产品 可以做到一打八 大幅降低TCO 最关键的是Clear Water Forest 完全兼容上一代处理器插槽 升级新处理器 不用换主板 可以省不少钱 三台PC本同时跑一样 的任务 最新的Path Lake功耗 确实最小 播放HDR视频的功耗 也能大幅降低 续航不用担心了 我最好奇的是XESS MFG 游戏插针 这玩儿看起来非常丝滑 数研迟看着也不高 可惜不能上手 正式上市后可以测一下 Clear Water Forest的展具 直接放了个超大模型 竟然这个太漂亮了 18A工艺 开盖的6900P超帅 288核 全能效核架构 IPC是提升了17% 再加上兼容上代插槽 牙膏举报 现场发现了一束机器人 还带了个英特尔工牌 好玩 接下来就是晚宴 跟个大party一样 大家吱吱呵呵 还有手工项目可以玩 OK 英特尔TACTOR 2025 整体感觉非常之汉 最主要是能进入到地球上 最精密 最先进之一的 晶圆场参观 真的大饱厌肤 希望是把AE赶紧端上来 给大家测测具体表现